这位小孩浑身赤黑色 红色的眼睛长发 尖卡耳朵 这种恶鬼呢 又被叫做吃妹王俩中的王俩 芳香市 这度他们就毫不留情地开肠破肚 一口一个嚼巴嚼巴 吃的王俩会形神俱灭 与保护所有的人群 不受到其干扰 这两位都是很早以前的神奇 那随着时代发展 从哲学上讲 物质世界诞生于人类的机体 精神世界代生出人类的历史 意识反作与物质 但随着古人们 对于这个世界 有着越来越多 五彩斑斓的客观改革 也就自然而然地 在脑海当中构建了 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鬼 什么色鬼 烟鬼 酒鬼 毒鬼什么的 这民间老百姓就觉得 哎呀 看样子要找一家平安 还得再开发出一些 捉鬼驱鬼的大神才情 比如乎 神书玉律也加入到了 捉鬼大队的行列当中 神书玉律 以前的那些不同神徒玉律 他们很长时间 都是捉鬼驱鬼的中龙砥柱 那么在一些上古神话当中 说这个神书 乃是一位身体斑斓战甲 面容威严 姿态神武 手足金色战体的大神 而玉律则避袭黑色战袍 神情显得是悠然自逝 两手并无神兵力气 只是探出一场 心腹地坐立在身上的 金眼白武 是专门扬善治恶鬼 替百姓消灾免负 据考虑 从汉代开始 慢慢的这两位 还成了加加部户 大门过年 伏贴的门神一代 以防止鬼怪疮老 保护家庭平安 在唐宋时期 门神又经历了一次 是大规模的真心迭代 出现了著名的 捉鬼之神 忠鬼誓言 这绝对是 捉鬼大态中 最久不久的 其形象也是 最深信心 面貌是威武严厉 长的是抱头还眼 铁面球篮 身穿大红光服 是足灯造靴 经常能够在 各种景色作品 进入贵化作品当中 看到他手持利剑 脚下踩着一个小鬼 做刺杀状 厚似偏映的形象 换作中奎斩轨 跟上述几位前辈不同 中奎虽然说 历史大伙说不清楚 但是他在历史上 应该是有原型人物的 总之 中奎当了门神 为了满族人们 更加多元化的 驱邪避凶之需 族人们又十二连三的 将更多的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什么孙婢唐娟 白皮李牧 扶苏蒙田 赵瑜和马超 贵征徐茂公 秦琼 玉树敬德 岳飞和温穹 包公和文天祥等等 也加入到了门神的队伍当中 但是他们比起中奎 都是被动的驱鬼 原想算不上能捉鬼 所以他们就是多说了 那提到这 和中奎好同事的 牛头马面了 黑白无常了 也算是汉族民间 传统文化中的神奇 也是最著名的捉鬼名手 据小证 原本牛头 他就不是中国人 而是来自印度神话 说是在世时 和孝顺父母的死后 过路地狱 被打为牛头人士的鬼 传入中国之后 咱们不讲究贵秤吗 不能让牛头鬼太孤单 这边呢 就安排了马面人 再后来 牛头马面 又成为阴间 最低等的国徒 带着类似于监狱警团的工作 而黑白无常似乎 地位会更高一点 手中的勾魂所 生死物 周白自于阎王所赐 代表阎罗的拘留游魂 那同样都是捉鬼 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 这三个人 在小子里边 到底谁捉鬼实力最强呢 也就是说法力最高 地位最高呢 但是答案很简单 一定是宗魁啊 因为宗魁 由唐明皇当时的家属 神卓历史上 并不是被抬高 那么到了明朝时期呢 他已经被皇帝赤封为 伏魔大将军 与关羽 镇武大的一起 成为中国圣法中 三位顶级伏魔敌军 阎王也碰到他 都得爱三分 大家好 我是大力宝儿 距离一年一度的剁手节 还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七 因为我的手指头都不够用了 反正很快 淘宝 两头大历史 又要发双十一红包了 只要你喜欢历史 请记住我设置好的淘宝命令 打开淘宝 在它的搜索框输入 历史好棒棒 再说一遍啊 历史好棒棒 这五个字不可以跳出一个界面 领取到淘宝无门槛红包 买啥东西 今天开始 可以每天领三次红包 一直领到剁手节当天 红包金额随机 最高可以领一千一百一十一元 第一次领的 必中两个现金红包 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哈 这个红包有期限限制 10月21号到11月3号领取的红包 要在11月1号到11月3号用掉 不用就作废了 11月4号到11月11号领取的红包 一定要在11月11号当天使用掉啊 否则作废 反正嘛我刚刚领的有一块钱哈 但是由小伙伴说他领的十几块 哎就当一游戏吧 反正要剁手 万一中了大红包啦 就祝愿大家好运咯 我昨天呢做了一期历史未解之谜的小节目 我名字叫做塞外被孙儒扣留十几年的初五 他归汉后 但孙儒的妻子和孩子呢最后怎么样 在联想到之前我还做过孙儒 犯进重剧之后 犯进道理怎么样的一些情况 我发现大家伙 对我们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这些个故事 最终的和不为人知的结局特别感兴趣 那大历史节目比较长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专串一期号 哎咱先来预个热啊 我大概一批 我那是小时候 语儿课本学过的 齐伯大夫燕子十楚的故事 这里边呢主人公燕子确实是口才了和深得其王欣赏 从我们今年的角度看 哎呀都觉得燕子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物 我们就此再举一个大家平时没有听过的例子好了 来证明燕子的马牌官就有多快啊 说是有一次呢 齐国的马官杀死了齐警公的案子 齐警公非常愤 提着宝剑冲过去就要杀死这个官马了 燕子及时拦住了警公 他是想救下马官性命 但齐警公弃在气头上 这可怎么办呢 哎想了想 燕子马上指的马官说 哎呀 您确实不能这么便宜的他 要让他知道 冒犯了国君的尊严才被除处了 齐警公觉得 哎这话有道理 就停住继续听他说 燕子趁机就从齐警公手中 打过宝剑指着养马的说 得你受死了 为国君养马 却私下杀死了国君的爱马 这是你的第一条罪 第二条罪 就是你杀了国君的马 让国君动怒要杀你 而第三条罪嘛 若是这样 因为这个事传出去 而被其他诸侯们知道了 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的国君 竟然为了一批畜生而杀人 齐国颜面河屯 请你拨离听 赶紧拉拉拉燕子 敲敲地说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正是因为 他有着反应奇派的大脑 有特别好的口才 所以燕子才代表 齐国出师当的楚国 于是乎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什么出师咒国 台湾狗洞 现在我出师的是楚国 难道楚国是狗国吗 什么齐国贤民的人 就派他去出师贤民的国家 而我最无能 所以我只能出师楚国 什么菊生怀兰则为菊 怀美则为智 这些故事我们听得特别解气 谢谢大家 好